大家好,我是咸鱼,现在我们来开始讲案例3 我们打开案例3的网站 一样和案例1和案例2一样 我们先招包,分析请求 然后根据这里的发起者找到他的 定位他的那个加密的位置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已经找到了这个混淆的位置了 那这个可以看到他跟案例1和2一样 也是花里胡哨的 一看就是通过混淆器直接生成的代码 那我们把这段代码复制出来 这边不好复制,我通过编辑器这边复制一下 然后根据1和2的经验 我们开一个控制台 把我们这个加密代码粘贴进去 比较多,要慢一下 要慢一点点 好,我们粘贴进来之后 回车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跟上两个例子一样 有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提示点击这个VM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V加密的代码了 那也跟上两个样例一样 我们还要面对的一种就是 它如果不报错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那我在这里再复制一个不报错的一个加密 好 把这个加密复制到我们的控制台 回车输出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确是不报错的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方法处理一下 那第一个呢 也是删除最后这个括号 然后回车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代码输出出来了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也是跟那个1,2里面一样 把它改成 把这个括号改成toStream方法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原代码 用字符串的形式输出出来了 那这是我们在上两节课里面 有提到的一个修改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还面临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代码 它尾巴不是括号 那我们把这个括号 把这个代码拉到最后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不是个括号 它就是一个呃 它就是一个那个右边这个 单单右边这个括号 那我们面临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修改呢 呃 首先啊 我们要把这串代码格式化一下 我们要格式化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在这个网站打开 把这个代码粘贴进去 先格式化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是比较清晰了 我们再粘贴回我们的控制台 粘贴回我们控制台之后 我们要借助控制台的一个功能 它会自己去找我们这个右边这个括号 啊 根据我们右边这个括号去找它左边这个括号 我们找一下 我们网上一直找可以找到它在28行这里 我们找到了它右边这个括号 我们把这括号中间这段代码复制出来 也是一样找个控制台输出一下 回车 可以看到 我们就把这中间这一段 我们要执行的代码 给弄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剩下这一部分代码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括号前面的这一堆单独复制出来 再放到我们的控制台里面去执行 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EVA 那它EVA在那个js当中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功能呢 让大家比较清楚 它执行某一个代码 然后我们刚刚得出的结论 就是通过EVA 直接把我们刚刚输出的那里面的一串字符串执行了 那就完成了整一个方法的实现 一个加密的实现 到这里的话 其实整个加密3的混淆 我们已经破解完了 我们回到PPT 总结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看到的样力3 是将js代码 那转换成了六种字符串 分别是我们这种大小括号啊 中括号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感叹号加号这些 然后把它组成了我们的js代码 那它混淆的话 其实是比如说像这里的0 然后可以用这一串字符串来替代 然后A用这一串字符串来替代 那完成了这一整串的替换完之后 它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js代码都换成 这种六种字符的编码了 那对于这一种加密 我们刚刚也给大家提了 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它这种混淆 第一种呢 是将我们混淆的代码粘贴到我们控制台 然后查看vm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原代码了 还有一种的话是尾部有括号的 是有一对成对括号的 我们将它删除或者是替换成 toStream方法就可以将我们的原代码输出到控制台了 那还有一种的话是结尾不是一对括号的 那我们要将先找到最后一个一对括号中包含的内容 将这一段代码抽离出来 然后再单独运行 那这一段代码就是我们想要的原代码了 好了到这里我们的样例三就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谢谢大家